很多刚刚接触到游戏引擎的朋友可能会很困惑 不知道从何下手 在制作一个游戏场景的时候 不单单要考虑每一个物件的渲染效果 还要考虑到它对场景的优化 如何花更少的资源得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大家好 欢迎来到Nreal 4引擎自然场景建造课程 我是薛玉露 在这个课程中 我将向大家介绍如何在Nreal 4中创建一个自然环境中的游戏场景 这个教程中我会从零开始创建整个教程的场景 我将重点讲解素材的收集和分解 在Nreal里面的地形系统 然后地形系统的材质 延时和纸备的建模和PBR材质的创建 这个教程适合有一些建模和贴图绘制基础 但是对制作自然场景的流程有所困惑 不需要从零下手的朋友 教程中我会主要用到的建模软件是Maya 2018和ZBrush 贴图和材质的制作我会用到Substance Painter和Substance Designer 会用到SpeedTree来制作一些树木 当然最后我们会在Nreal中对场景进行组装 然后使灯光的设置和一些简单的后期 来使场景整体的视觉效果更加完善 制作过程中我会以一个个人作品的角度触发 但是力求兼顾视觉效果和场景的优化 希望这套教程不仅仅教会大家如何使用这些软件 更能从思维方式上帮助到大家 祝大家学习愉快 学习过程中还有疑问 可以立即加入正版课程的学习交流群 讲师实施在线答疑与精英学员互相学习 还可以登陆一虎网搜索课程ID号 获取完整学习课件工程文件等资料 扫一扫任何问题小美胡都能帮助你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